好 各位觀眾是帶你來關心 備戰2024的總統大選 藍白今天上午要進行第二次的政黨協商 到底有可能藍白河還是宣告破局 當然值得外界來觀察 不過就有藍委私下跟這個網路媒體爆料 他認為說在基層的部分 如果接下來有整合的話 如果是柯侯配的話 有20%的支持者部分 是絕對不會出來投票的 而在立法院這邊的藍委是怎麼說的 馬上帶你來提 我覺得這個數字可能應該再高一點吧 所以我的看法啦 這個部分當然 每一個政黨的黨員也好 支持者也好 有他的屬性 也有他的想法 所以在這個部分 當然現階段 我覺得台灣也好 共產黨也好 是一個自由的政黨 自由的一個社會 大家都有表達意見的權利 每個人都是一票 誰也沒有比誰更大 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面 我覺得基層適度的反應新生也是好的 當然結果出來了以後 如何來團結我們的支持者 我覺得這個部分更是重要 好 我可以聽到李德維正表示說 如果是柯侯配的話 這個比例可能比20%還要再高一點 而另一名藍委賴斯堡則表示說 實際上這20%數字跟他在地方跟基層 掌握到的這個狀況其實是差不多的 但11月20號即將要來進行 正副總統的登記了 現在時間距離的非常短 到底藍白是否有可能破局呢 實際上國民黨也表示 在內部大家有一些聲音傳出來 如果說在談的過程中覺得呢 是要破局的部分 不如大家各自來努力 以上是在立法院的最新